我们常常会听到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伟大的女人 但是这句话其实反过来也是相当的适用 详续芭蕾舞团可以在地方生根多年 除了团长付出很大的心力之外 先生在各方面提供的支援也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可是我觉得这个字有点小 我觉得这样可能印出来会不会有问题 无论是舞团的海报 节目单 还是粉丝团上面的照片影片 几乎都出自团长的老公 同时也是舞团行政总监之手 在还没有正式进舞团帮忙之前 他总笑说自己是工具人 一刚开始到现在 所有教室的工作需要用到一些对外的行销包装 视觉化的一些东西通通是我负责 一直走在舞蹈这条路上面 他们其实蛮单纯 他们比较少跟外面的产业去结合 对我们来说很正常 可是对他们来说他们可能很多东西没有接触过 所以他们会有一些技术上的一些瓶颈 你就把它同工具卡掉 然后我再接音乐进来 你真的是很妙啊 团长邱英杰坦言 夫妻俩一起共事 难免会有摩擦和争执 加上舞者会有专业方面的坚持 如何让艺术被更多人看见 成了两个人拉锯最大的问题 我们就是有很多执着很坚持的地方 所以在这同时就是我常常跟我先生会就是 会有一些争执 然后就是接下来就是谁 屈服谁的概念 就是但多半就是 就是我的坚持还是会是我的坚持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就是想要这样 那当然他还是会给很多有意义的意见 因为同样有着对舞蹈的热爱 舞团经营将近30年的时间 两个人也在这条路上相伴扶持 尤其现在舞团有了全新的家 夫妻俩希望继续努力 让更多人爱上舞蹈 记者高新峰林景宇三重采访报导